词曲 李宗盛 各位观众,在主内的朋友,大家好! 我是圣国明的神学院念士兵神父。 今天,想跟你们分享《鲁家福音》第十六章第九到十五节。 如果你们在福音的钱财上不忠信, 谁会把真实的钱财多付给你们呢? 那福音关于这方面是非常清楚。 耶稣常常在福音里头, 提醒我们不要任何贪欲,要避免所有的贪欲。 我们不能适逢天主,懂事,适逢钱。 那为什么这两个事情是有矛盾的?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懂事适逢天主,也懂事适逢钱财? 因为这两个呢,都是慢慢的要我们整个人。 意思是说,意思是说,如果一个人要适逢天主呢? 要适逢天主,要适逢天主,要适逢天主,要适逢天主。 那如果一个人逢天主,要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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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逢天主。 为什么?因为你的目标呢?你的目标就是你的目标,就是简单。 所以你的心就在那里,而祂要慢慢的治掉你的心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,耶稣很合理的,耶稣会解释给我们这些奥秘。 即使不那么的奥妙的,是很有道理,那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就是这样子。 那所以呢,最适逢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呢,对所有的,就是在世上的所有的这些资源啊,这个简单啊,是不要贪明。 要好好地用它,为了我们受造的目的。 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呢?是爱天主爱人。 我们受造的目的呢?是适逢天主。 所以呢,我要用我所有的,我的身体,我的东西,我的来往,都是我要用,是为了适逢天主。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福音呢,耶稣也要提醒我们,是在这方面,谁是最好的方便。 我们要就是跟神教我们。 那耶稣说,穷人是最好的方便。 那为什么呢? 因为,他们会以后跟我们在天上分享,天主的永乐,天主的喜乐,天主的祝福。 所以,其实呢,耶稣说,是他们,就是是穷人,要欢迎我们到天堂去。 是,是教会的,那些伟大的教父也是这么说,那我们最好的朋友是经人。 문家少年 Bai说,他们是不是经人。 因 Consider带 tang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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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hôngskrile 把这些世上的这些剪载或是其他的资源 是为了帮助别人 为了跟别人分享 那这样的 然后呢 他们以后也会跟我们分享 天主的光源 天主的永福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